2022年3月 我们把我们在美国加州 三番四万七唯一的住房卖了 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皮箱游世界的退休生活 我难过的想哭 生气的想打自己 五路路我们开车走了三天 近1700公里 从阿德莱德来到这里 报了三个旅游项目 当旅游项目就花了800多澳 这是我们在整个澳大利亚行程中最贵的一站 可是我且不小心把所有的录像都删除了 气死我了 谢天谢地手机里的照片还在 这是第一天下午三点 顶着40度的高温 在五路路公园留下的照片 这是当天傍晚 我们在公园的日落观景期 度过的浪漫美丽难得的傍晚 看到了有名的五路路日落 老公拍到了那天最美的一瞬间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来到了日出观景台 日出时的大红石 也没有日落时的那么让人震撼 第二天晚上我们还参加了一个看日落和灯光秀的团 这是一个最不值的一个团 根本没有好的角度看日落 也看不到大红石 因为不在五路路公园里面 但是我们在这个团第一次吃到了带厨肉 所谓的灯光秀就是几千只太阳能灯 可能是月亮太亮的吧 一点也不震撼 强烈建议如果有机会去五路路 没有必要参加这个团 我们在小镇有拉拉停留了两晚三天 还好鲁鲁鲁的公园门票三天有效 第三天早上我们再进公园 开着车围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绕了一千 留下这最后的记忆 我们现在是什么国家 一直都是嘛 就像很多的一个家人 像这一个一个国家 一百多年吧 一百多年都是民审查的 嗯 以前没有房子 而且他们因为的政治地位还没有准备 这一条长长的发亮的县 就是一百多年来的探险者和游客 潘趴乌鲁鲁留下的印记 现在已经禁止潘趴了 从2019年起就禁止了 吴鲁鲁被译为是澳大利亚的心脏 但更被原住民视为神一样的存在 他们认为是创世主在时间之初创造的 更是他们的祖先从蛇幻化为人的地方 他们有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 世世代代传递着他们的信仰和文化 三天的时间短暂又充满 能够那么静静你的亲眼看到 这个硕大无比的沙漠冰山 震撼之一已经觉得 这次的澳大利亚之行值了 再见了 Vulu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我们哟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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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